大家平安 今天经段来到以西节书的二四章 整章是一到二细节 邀请大家可以坐下好好阅读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千万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 聆听思想你的话语 愿你真理起世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心 向你心上祈求祷告 释放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到十四节的经文 第一节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耶尔华的话又领到我说 人子啊 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 你要将这日记下 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 主耶华如此说 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 就到水在其中 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 腿和肩都聚在其中 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据羊群中最好的 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 他把骨头煮在其中 主耶华如此说 祸哉 这流人血的尘就是长锈的锅 其中的锈未曾除掉 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 不必为他碾咎 尘中所流的血倒在静光的磐石上 不到在地上用途掩盖 这尘中所流的血倒在静光的磐石上 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 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 所以主耶华如此说 祸哉 这流人血的尘 我也必大堆火柴 天上木柴 使火旺 将肉煮烂 把汤熬浓 使骨头烤焦 把锅倒空 坐在炭火上 使锅烧热 使铜烧红 融化其中的污秽 除掉其上的锈 这锅劳碌疲乏 所长的大锈 仍未除掉 这锈就是用火 也不能除掉 在你污秽中有淫行 我洁净你 你却不洁净 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 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 我耶尔华说过的 必成就 必照化而行 必不返回 必不顾惜 也不后悔 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 审判你 这是主耶尔华书的 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比喻 就是在锅中的肉这样子的 可以说是那个奉刺的比喻 在之前民间的这些首领官长 他夸口什么 耶路撒冷百姓好像那锅中的肉那样安全 在十一章第三节 但是原来好像锅子好像是成为保护 但是如今这个锅子却被放在火上烧来煮 我相信我们自己没有煮过东西也有吃过煮过东西的经验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那很可能先知是用当时在流行的诗歌来讲述他的信息 那个肥美的肉跟骨 哇熬煮 这应该是很美好事 现在天气多冷大会吃火锅对不对 这样煮哇那个香气 然后食物多美味 但是这个锅子却是长锈的 现在丁丁姐妹我们有人用生锈的锅子来煮东西吗 应该是没有对不对 一定不会这样子 但是这个锅子却长了锈 这个锈还渗入在那个汤里面 这样那些就变成污秽啊 所以只能做什么事情 倒掉把汤倒掉 然后那在煮的时候这个肉跟骨头 那个因为火太旺 他又会烂掉 然后连锅子也融化了 所以当优沙润成比喻成那个长锈的锅子 那些肉跟骨就是其中的居民 然后那些锅下面那个火就是其他的那些对敌人 敌军 所以整个就形容那个生锈的锅污秽的骨肉就描绘成这个城的腐败 而且敌军要杀灭其中居民要毁掉所有的城义 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十一章三节提到 哇在锅中好像被保护人认为很安全 但其实事实上不是耶 我们如何来思想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哇好安全哦 透懂啊 但是殊不知其实灾难就临头了呢 所以在第十四节 神他提到说 我的话一定会照这样行 不会返回神也不顾惜也不后悔 神的话也常常是带有行动 神说然后就这样行 那我们是如何来听神的话 当这些百姓 背逆神 背逆到哇 审判真的临到的时候 我们承受得住吗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求你 持人灵敏 帮助我们真的有警醒的心 让我们不投靠在自以为安全之所 而是明白思想 主你的审判也是会临到 背逆的百姓身上 主让我们有警醒的心 好好紧紧跟随你上下祈求祷告 希望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